佛性来自于本性 只有本性的善良 才能放逝出佛的光芒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拥有同体大悲的智慧 使你远离邪思邪念 师父还说 拥有佛的悲至双欲 你可以超脱境界的烦恼 拥有佛的般若智慧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学佛助力先生顺利平安回国 我家先生在国外打工 国外疫情很严重 回家心切 好不容易盼到 又通往国内的航班 买了2022年8月16日的机票 没高兴几天 说因疫情又回不来了 要到10月11日 那时是下雪的时候 疫情会更严重 他心情一下到了谷底 我也曾劝他 转别的国家走 他说要转几个国家 很麻烦 又要隔离 费用得花好几万 我说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回国 要不然以后回来就更难了 我也很着急 于是就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祈求 将我学习白化佛法的部分功德 转给我先生 让他早点回国 孩子喊妈妈 妈妈听得见 又过了三天 先生来信说 8月12日回国 包的飞机直达国内 机票只用三千多 我先生不但没晚回来 还提前几天回国 现在已平安到家 真的是太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了 在此之前 我一直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 给我先生安排最好的时间回国 不要有疫情的染灼 无限感恩菩萨的慈悲 让我先生这么快 这么顺利地回国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白化佛法让我明世里 欲识吉祥 通过学习白化佛法 自己真的是开悟了很多 也看开了好多事情 以前经常为一句话 一件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 去跟家人吵架 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愚痴啊 吵得翻天覆地 自己也生气 说了好多过分的话 既伤了自己 又伤害了家人 得不偿失啊 现在感觉自己太没有智慧了 自己辛辛苦苦 起草贪黑 拧惊作的功德 吵一架 全部变成泡影了 现在 我开始慢慢地改变自己 一切都是因果 不再去在乎人间的一切琐碎的事情了 通过跟着师父学习佛法 用师父的五大法宝 解决了我人间好多事情 退休手续也顺利地办完了 当时走投无路 手续办不下来 我就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保佑我能顺利退休 许了小房子的数量 还没烧送完毕 就接到退休办打来的电话 去办退休手续 如果不是菩萨保佑加持 我恐怕还得打官司才能办下来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让我当月就能顺利地拿到了退休工资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佛力加持 三位中考学子超常发挥 奇迹同登榜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 2022年6月15 16、17日三天中考注念的真实实例 在每天中考注念上香时 我都跟菩萨许愿 将自己学习白化佛法的部分功德 分别转给三个进入中考的学子 并为每位学子注念了七遍大悲咒 49遍心经 108遍准提神咒 108遍解节咒 如果孩子们都能拿到录取通知书 我要献身说法 让有缘听闻的众生们 相信观世音菩萨 有求必应 心诚则灵 许愿后我就开始帮三个孩子注念 6月26日中考的分数下来了 师兄们啊 奇迹真的发生了 一名学子考取了省市中最好的高中 另一名考取了四星级高中里排第一的高中 更神奇的是第三名学子 竟然也榜上有名 第一个考上最好学校的这个小孩 在家里不听妈妈的话 平时非常调皮 不好好看书 也不好好做作业 经常白天一学习就睡觉 班主任也不看好他 孩子的妈妈不念经 偶尔到庙里头去拜拜菩萨而已 就是这么一个平常调皮麻烦的小孩 这一次考试啊 他告诉我 明明一些题目他也不会呀 怎么莫名其妙的 这次考试奇迹出现了呀 能考这么好 他自己就感觉很神奇的 第二个小孩 他在班上学习也不是太好 成绩一般般 父母不好好管着 就不好好学习的 这次能考上这个四星级第一的学校 也是很意外 最神奇的是第三个小孩 由于从小父母离异 家庭的不完整 导致孩子幼小的心灵 受到极大的创伤 进入初三时 曾经是班上倒数第七名 初三下学期 随着学习压力的不断加大 本无自信的孩子 得了可怕的忧郁症 小孩的奶奶出于一种责任 请求班主任 对这个孩子进行开导 老实说 孩子也就这样了 奶奶当时进入心灵法门 也只是一年多的时间 无奈中心想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倒不如求菩萨 奶奶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老泪纵横 许愿帮助孙子念功课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108章 一波一波地念 就这样 通过奶奶的辛勤付出 和孩子的刻苦努力 成绩从班上39名 上升到36名 又从36名 上升到33名 这次中考 能如愿地考取高中 让班主任和任客老师 都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 师兄们 这次中考助念的奇迹事迹 也让我们验证了 佛力无边 真实不虚 学习白话佛法的功德 大得不得了啊 师兄们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听师父的话 借假修真 抓紧时间狂修 勇往直前 永不退转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不让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清朝 有一大户人家 有一个少爷 他天天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过日子 他身心愚笨 有一天早晨 他刚刚起来 朦朦朦朦朦的 东张西望 突然看见一个丫鬟 在整理房间的女佣人 他一把把他拉住 他问 昨天夜里 我梦见了你 但是你梦见我没有啊 那个女佣人说 没有啊 什么 明明我在梦中 梦见你 你为什么还要当面跟我撒谎啊 吵吵闹闹的时候 老夫人来了 老夫人见了这个公子 公子就告状了 说我明明见了他 为什么他说没有梦见我 他诚心欺主啊 就是欺负我了 结果 这个老夫人说 孩子啊 你很多事情不懂啊 因为你这个做梦 是在虚幻之中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犹如公子 活在虚幻的世界当中 那是一样的感觉呀 因为我们把人间 当成我们永久的家 当成永远不会离开的地方 实际上 人间是虚幻 无常的这个地方 是让我们来还业债的地方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把它 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 它是强加给我们的一种幻影 有如一个人想不通 他生气的时候 你还要别人跟着他一起生气 我们小时候经常想不通 现在大了都想通了 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今天还有的烦恼 等到我们五十年之后 在哪里呀 我们小时候十几岁的烦恼 现在又到哪里了 人生苦短 想开想明白 那是智者 人生苦短 能够破迷开悟者 那是智慧 学博的人 那是有根气的 他们就是跟博有缘 我们活在人间 靠着原本在生活 今天我们不要恨别人 因为我们都是有缘众生 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善缘 对所有的长辈 要像自己的父母亲一样看待 对自己所有的孩子 世界上的孩子 都要把它看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才是佛的境界 尊敬众生 爱护众生 我们才能在众生当中成长 我们才会拥有菩提心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沙道迎望久 轮回何时修 慈悲哪里有 下去无人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